我的诉求是要五千万 我觉得你要毁掉他 我就一杆子插到底 咱们一块下地狱吧 刚出生就被父亲扔进垃圾桶 母亲含辛茹苦 将女儿培养成身价上亿的大明星 吸血鬼父亲却找上门 张口就是五千万赡养费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他直言不给钱就鱼死网破 2018年 一位自称是毛小彤生父的男人 上了一道法律援助节目 节目中 他侃侃而谈自己这些年 对女儿的无私付出 并痛斥女儿是白眼狼 成名后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更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因此 他要求女儿必须一次性 给他五千万补偿 从此两人桥归桥 路归路 老死不相往来 而当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非要五千万时 这位父亲的话 却把全场的人都气笑了 看到这副嘴脸后 大家才明白 为什么毛小彤 宁愿背负不孝女的骂名 也要和他划清界限 毛小彤的生父 名叫李超 是一个酒鬼 和妻子毛慧玲结婚后 依旧死性不改 每天把自己喝得东倒西歪 为了维持生计 妻子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在街上卖汤圆 他却在小酒馆 和一帮朋友谈天说地 无料 妻子在忙碌中 一不小心就撑着 肚子疼痛不止 好心的路人 急忙将他送到医院 直到医院通知家属 李超才知道 媳妇生了孩子 这才急忙晃下酒杯 醉醺醺醺的往医院赶 此时 李超的心理盘算着 妻子生了一个带把的小子 李家总算是有后了 然而 到了医院 他才发现 竟然是个丫头骗子 一气之下 李超冲着刚刚生产完的妻子 就是大骂 言语间 充满了对妻子的斥责 还扬言要将女儿送人 毛慧玲一听 怎么责骂自己都无所谓 但是女儿是自己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无论如何都要抚养她长大成人 李超眼看妻子态度坚决 便没再说话 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 原以为丈夫会慢慢接受这个女儿 没想到 她还是低估了这个男人的绝情 一天晚上 李超满身酒气的回家 看到熟睡的妻子 突然心生一气 只见她一手拎起女儿 直接扔进了家门外的垃圾桶 或许是母女童心 毛慧玲夜里突然惊醒 却不见女儿的身影 看了看熟睡的丈夫 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撒腿就往屋外跑 终于 在门外的垃圾桶里 她听到了女儿的哭声 当时正值冬天 眼看女儿冻得脸色煞白 毛慧玲赶紧将她送到医院 经过长时间的抢救 毛晓彤这才有幸活了下来 毛慧玲抱着女儿 他们无处可去 还是回到了家里 面对毛慧玲的质问 李超有点心虚 但她很快就硬气了起来 经此一事 李超依旧死性不改 毛慧玲为了女儿 终于鼓起勇气 决心离婚 李超本身就是一个泼皮无赖 直言离婚没问题 但是自己不会支付 一毛钱的抚养费 此时的毛慧玲万念俱灰 只想尽快离开 这个狠心的男人 也就没再和他过多拉扯 离婚后 毛慧玲和女儿相依为命 一人打几份工 而毛晓彤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17岁那年就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毕业后 毛晓彤也陷入了无戏可拍的迷茫 幸好 在母亲的鼓励下 毛晓彤重新振作起来 不断磨练演技 街道的剧本也越来越多 没想到 他成名之后 父亲却出现了 只是这位父亲 不仅和毛晓彤的对家 横瀉一气 还扬言要搞臭他的名声 哪怕是这样 毛晓彤还是同意赡养父亲 但并不代表他原谅了父亲的所作所为 在毛晓彤两岁时 父母就离婚了 他何曾尽到过一个父亲的责任 如果说 两人非要扯上关系 那也只是生物学上名义的父亲 大家觉得 毛晓彤应该赡养父亲吗